11年前,当变形金刚正电影第一部上映的时候 相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变形金刚童年梦的80后小伙伴们 都热血澎湃地赶到电影院,去朝圣这部令我们感动又期待的作品 谁会想到童年孩子们最爱的变形机器人 居然有一天能够登上大萤幕,简直像是做梦一样 而当那架MH-53重型直升机在我们的面前收起了螺旋桨 并伴随着熟悉的哭哭咔咔的变形声音 一点一点变成人形的时候 我的内心以及现场观影的人们都炸开了 作为第一个在我们的面前成功变形 完成里程碑是亮相的角色 眩晕绝对是一个我们无法忘记的存在 是他开启了真人电影华丽的新篇章 而11年后的今天,就让我们怀着曾经的激动与震探 一起来领略一下官方SS系列最新立作L级眩晕 看看他是否对得起我们长久的等待 那么这次L级眩晕的人形部分 对比当年的V级别进步的还是非常的大的 颇有电影中壮硕的省晕 通体浅灰的塑料色看起来也很舒服 整体还原度我觉得能够达到85分 还是很有看头的 头雕方面,无论是细节刻画 还是涂装分色,拿捏的恰到好处 还原度没有毛病 整个上半身的破碎造型 可能有迷友会觉得比较的臃肿累赘 但是电影中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而左手手臂上的小螺旋桨 应该是用来替代原先从背部拆下来的大螺旋桨武器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啊 整个背部整齐的排放着六片螺旋桨片 这个背影真的是太有记忆点了 至今难忘啊 下半身的部分 经典的犄角造型也得到了还原 但是与上半身的壮硕相比 这个下盘似乎有一点太纤细了 加上被挖斜一样的大脚掌衬托之后 这种视觉反差就更为的明显 稍微扣了一点分数 不过11年后能够等来一款全新设计 而且还是L级尺寸的眩晕 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给你90分 剩下的10分 等你练好的下盘长了身高之后 再给你了 在大小方面 眩晕作为L级别的玩具 尺寸其实挺尴尬的 比SSOP高是肯定的 但是对比V级别的红蜘蛛 就已经毫无优势 拿出真正L级高度的钢索来对比 就更为的明显了 官方这种重新定义级别尺寸的做法 到底是为了比例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可动性的方面 首先头部抬头一点点 低头几乎不可能 侧头的话呢 也只有这么小的幅度 稍微比较的遗憾啊 肩膀的位置不能够做到360度 它只能这个样子 前大概不到90度吧 然后呢 后也不到90度 侧也不到90度 比较可怜 而且肩膀位置这边的卡扣 虽然有迷幼说能够扣得紧 但是我这款呢 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方法 也是扣不紧的 你看 拿花扣紧了之后 稍微动一下 它这边又松开了 所以说这点我个人不算特别的喜欢啊 那么二头肌呢 是可以360度的旋转的 这边啊 有一些小小偷胶 没问题 没问题的 手肘弯曲正正好90度 它的这一次的手掌啊 形状比较奇怪 你看这个样子的 可以上下有一点点的活动性 然后呢 大拇指也可以张开活动一下 但是这个手 你能握得住啥东西呢 在左边胸口的位置 这个炮是可以往前面抬的 哇塞好长啊 真的是好长好细 然后呢 腰部是没有任何的可动性 下半身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把这边抬高 然后呢 整个前裙甲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将近抬到90度 没有问题 前踢方面 哇塞 齿轮关节 你到这里的话呢 不到90度 如果你想要90度的话 往侧边踢 就可以超过90度了 然后呢 大腿这边侧踢 不对 应该先看一下后踢啊 后踢也是 超过90度一点点的 没有问题 然后侧踢方面 也是个齿轮关节 你看 调整好的话呢 也可以达到90度 没毛病 这边大腿位置可以旋转 而且这块呢 超级超级的紧过头了 膝盖弯曲 肌脚造型 所以说呢 可以达到90度的 很修长 这边各种空洞啊 我们可以算作 是官方给我们做出的一些 小小细节 没错细节 然后呢脚部接地性 你看左右特别大 前后也挺大的 这块是一个 类似于联动的机构一样啊 整体来说 这款玩具可动性 中规中矩了 做一个垂地的pose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感觉 不是很好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小蝎子的部分 这个小蝎子呢 说实话 其实涂装 包括细节刻画 做的还可以 当然底下就比较露线了 你看这边眼睛位置 还有两个金属的涂装 那么可动性方面 尾巴部分是有两节的关节的 可以这个样子 也可以往下 这个戳人也是很厉害的 然后呢 这边脚部啊 六个脚 它是不能动的 但是它是软胶 所以说呢 孩子们掰起来 也不用担心扎伤手 包括这边前方啊 它也不是很尖锐 一点都不疼 这边还有一节小小的关节 那么小蝎子呢 也有搭载的方式 你看 把这边螺旋桨拨开之后 中间有个凸起 对应底下的一个圆形凹槽 我们给它插进去一下 就OK了 这个样子 就可以还原出 刚开场的时候呢 放下小蝎子 攻击人类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样子附在上面 感觉是一个寄生虫呀 呃 不是特别喜欢 接着 我们来演示 它的变形过程 第一步 嘿嘿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竖起来 这是一个象征 我准备要变形了 看好了 然后呢 我们先从它的这个背包 开始变起 把它上面两片啊 先给它翻折过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 呃 菊花位置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用力的 把它往外抠下 好的 那这样就出来了 你看 这边有一个倒钩的 哇 好疼啊 倒钩的地方 扣在菊花的位置 然后呢 整个的给它往下打下来 旋转下来 你看这边 它是一个这个转轴的部分啊 我们给它这个样子 放上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这边 你看 它是有两个这样子杠杠的一个凸起的 这边两个凹槽 给它扣进去 两边都是一样 用力的给它扣紧之后啊 这块它就不会松了 好的 然后呢 再把它后面这边 给它全部的都给它挑下来 放下来 这个现在转到旁边去看一下 你看 这边转下来 啪的一声 再把它底下这片啊 再给它扣出来 这样子扣 整个的一个上方的部分 就已经变完了 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处理它的下半身的部分 首先先把它的这个脚啊 机脚部分给它全部的打直 然后呢 整个脚底板 为什么它脚底板这么的大 像挖鞋一样 就是因为 我们来扒出来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用力的去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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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边就直接有一个轴啊 拉出来了 给它这个样子旋转180度 再给它扣下去 再把这边起落架的部分 给它放下来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旋转 你看 旋转180度 这边有个凸起 这边一个凹槽 给它啪的一声进去 全部的整个脚呢 给它这样子 打过来 这个样子放 你看 这边呢 其实就是它的整个侧边 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个设计还可以哦 我们再把它这边 往内旋转 90度 那么一边脚 就已经变完了 两边脚都变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这边 前裙甲给它挑开 这个时候 你看一挑开的时候啊 它的整个腰部 正正好就会松脱出来 这一块呢 很简单的一个变形的原理 我们再把它整个的一个脚步啊 给它打到 碰到这边前裙甲 不能够再往上提为止 两边都是一样的 这个样子 很明显 它的这个脚啊 就是要全部的给它收纳进去 这个样子放着 好 那么你们看一下 整个侧面就开始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很愉悦的进行 第一个步骤的合缝 你看 这边这个合缝啊 可以说是整款玩具合缝最舒服的地方 剩下的就不太舒服了 这款玩具 其实它材质方面比较的薄脆 而且很软 所以说碰到这种摩擦 或者是插洞的地方 你看软软的 它总是有一些插不太紧 这一点是这款玩具的一个 比较不大不小的问题 那么整个这一部分就开始 已经开始出现了 那么剩下的 我们再来变一下 它的这边 手部先把它拔开啊 我们先来变一下 它的这个头部的一个收纳 这两边呢 你看 先说一下 这边很容易出现白痕 没错 这款玩具很薄脆 小心一点拔 两个凸起两高槽 包括这里一个凸起 它三个卡扣 但是呢 扣得不太紧 很郁闷 我们先把它这里 你看 抓住这个地方 给它用力的往下抓一下 整个的这边 就开始出现 往上 然后呢 脑袋的部分 你们看一下 这个还是挺不错啊 脑袋往下按的同时 你们看一下这个底下 你看 哇 就开始把它填满了 这一块 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底下全部填满 没有任何的空洞 再把它这里 给它扣上去 这里 给它扣下来 整个机头的部分 也开始出现了 最后 我们来处理 它的两个手部 那么手部的部分呢 我们以左手为例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要先把这个地方 给它拔下来 没有错 这款玩具 是有插拔变形的 能不能够接受 自己去考虑 我们先把它这边 给它拔开 然后呢 这边底下 有一个卡扣 大家看一下 给它拔上去 这样子呢 就可以收纳 它的这个 比较机型的 这个手腕的位置了 给它全部收纳进去 然后这边呢 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 它要转到这一面来 兄弟们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它这样子 你看 再把这边给它打上去 这里有一个凸起 对不对 有个凸起 要插进这里的一个凹槽中 很简单 这样子 给它用力的插进去 插洞 我能力好像比较弱 不知道为什么 结了婚之后更弱了 好的 扣上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啊 给它翻折出来 利用这边躲过 一定要躲过这里啊 给它转上来 这个样子放 你看 再把它放进去 没有错 这边一边侧面的手臂啊 我们就已经全部都变形完成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开始 各种的合缝 这一块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这款玩具 稍微不太舒服的地方了 因为我说过了 塑料比较薄脆 比较软 你看这边先扣进去 那这边的这个缝呢 我稍微 事后再调吧 事后再调吧 先给大家组合一个大概啊 你看 这边扣进去之后呢 嘿嘿嘿 哎 这边又松了 是的 塑料比较薄脆 比较薄脆 是的 然后再把这边啊 旁边都有卡扣 给它扣进去一下 来扣好 嗯 今天还算比较顺利啊 旁边的这个缝啊 我事后可以慢慢去调的 因为它这边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地方 要注意一下 来扣好扣好 然后呢 再把上方这里啊 它利用一个 它的双重关节 你看 这边一个双重关节 给它往中间合 中间合 再把它整个的左右两边卡扣 给它对上 好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啊 给它往后推 你看 这边是有一个突起的 旁边有个凹槽 给它扣进去 好的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样的 呼 再把这里 起落架的部分 给它放好 这边起落架旁边 两边都给它放好 那么剩下的一步呢 就是把这边 先不要把这个螺旋桨啊 先把这边后方的 给它扣进去 这块就是刚才 拆下来的这个 手臂的部分啊 插在它的后方 它的尾翼的部分 给它摊平 然后再把这边 给它插进去 这个插的也是挺紧的 好的 那插好了 再把这边的螺旋桨的部分 我们一个个全部摊开 那这个呢 就经常常见的一个步骤了 但是小心点啊 这个螺旋桨呢 其实非常的软 很软 真的很软 而且很容易出现白痕啊 真换玩具 我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这个 材质的部分 不是很让人放心 对吧 那最后一步 就是把小蝎子给放进去 这个小蝎子呢 要经过一个简单的变形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尾巴收上去 然后呢 两边这个手 给它捂住眼睛 我们再把整个的一个 这个重型直升机 给它翻下来 你看这边 有一个这种凹槽 形状出现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小蝎子给它挣好 你看 卡扣给它扣好 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小蝎子啊 就可以很可爱的填补住 这边后方的空洞 好嘞 那么这款SS08的L级 眩晕的整个载具形态 就已经变形 完成 那么眩晕的载具形态呢 非常漂亮的MH53重型直升机 我们都很熟悉了 电影第一部的时候 开头就是这样 这样下来 然后呢 不许动不许动 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然后突然间变形了 这个经典的一幕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的 那么玩具本身呢 由于变形的关系 还有它塑料材质 比较的软一些 所以说你看 很多地方需要靠 就是坚实的互相应急 但是它就是太有韧性了 你看缝隙 还有这边上方的一些缝隙 包括我这里啊 怎么扣它都扣不上 可能是我变形有失误吧 不令赐教 如果你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收纳方式啊 可以在底下私信或者说弹幕 来告诉我一下 我这边合的不是特别好 这边缝隙也有一点点吧 那么底盘部分来看一下 这个底盘的话呢 哈哈 就比较多的空洞了 这边两双大眉腿 然后呢两只手 包括这里 这里后方也是空洞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 毕竟要放小蝎子 但前方这里还是很多空洞 不过没有关系 载具嘛 有谁会翻到底下来来看呢 是不是又不是美女嘛 然后呢整个正面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狂派的标志的 4500X这个型号啊 也有写出来 很好很漂亮 然后你看这边 也有一个小标志 这边也有标志 然后呢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啊 哦对对在这里啊 这里 USAF 4500X 这边也都是有的 当初呢刚刚登场的时候就说 哎这架飞机上面的一个 我的兄弟啊 已经死了 不可能再出现了 这个肯定是假的 结果呢真的就假的 因为它是扫描过来的 可想而知呢 当初那架坠毁的 应该就是被我们的Blackout 就是我们的眩晕给干掉了 非常邪恶 然后后方这里是可以很流畅的 你看 转转的转 哇 但是呢这边这个就不能够很流畅的转了 而且不能像当年的V级别那种 按一下后面它会自动的去旋转 这个可玩性方面就弱了很多了 还有这个小开关按一下 然后小鞋子自动掉下来 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的 你只能够用手用力去抠 然后它掉下来 哈哈 只能这样子了 那么滚动性方面也是没有什么滚动性的 毕竟它这边是假的轮子啊 至于其他的方面 嗯细节方面 我觉得头部还是很漂亮 透明的压克力板做的很漂亮 然后脑袋呢 若隐若现的 告诉你 我是眩晕 对不对 那么来看一下大小方面 首先先拿出这款 SS的擎天柱放在一起 我觉得擎天柱还是大了一点 如果再小个四分之一会更符合比例吧 那么第二个 再拿出同样也是飞机的 我们的红蜘蛛放在一块 我感觉这个比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吧 本身这个啊 直升机就超级的长 跟它放在一起好像比例还挺搭的 OK 那么这款玩具呢 简单的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人感觉呢 人形方面还是很满意的 变形过程也是挺有亮点 但是质量方面 我感觉这款玩具啊 白痕 还有各种的塑料的薄脆 感觉把玩起来卡扣的密实度 不是特别的好 价格方面呢 跟那个钢索差不多 反正都是啊 300多块钱 还算可以的价格 但是我相信过一段时间 肯定会降到200多块钱 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OK 我怎么嘴巴里好多口水 OK 那么兄弟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要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留哥魔玩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来私信我 我都回复的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